你好 欢迎收看7月28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嘉惠 首先来看到因应新冠肺炎公非疫苗 纳入施打顺序来到第7类 维持国家安全及社会机能正常预作的人员 华联县继幼儿园已经施打后 28号也安排了国中小教职员 为接种者补接种 县长徐正伟也到场视察接种的状况 也呼吁接收到通知的师长们 尽速施打 一例开学前提升保护力 华联县教育处规划7月28号 在华联先立华联国民中学 台北荣民总医院凤林分院 以及华联县玉礼镇益文中心 进行国民中小学教职员 施打疫苗 现场徐正伟在教育处 代理处长的表中陪同之下 前往华联国中视察 施打的情况 但是疫苗不够 不均 让我们更加的更加的角力 然而这就是在考验 考验说的 所以再次正会 要谢谢大家对于巴联县政府的信赖 提理解 唯有每一个人心中够安定 社会才能够安定 国家才能够安定 所以 我要谢谢柔中高处长 在整个过程中非常地辛苦 无论是造册上授 再退回来 再送货 我想这其中的过程 不只是教育处 各局处都是 各社团都如此 其中的很多的过程 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的尽 但是我们尽到最大福利 最大福利 我们尽力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度过 这一段难关 曾卫再次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 回去曾卫还是 请大家 呼吁请大家 第一个 一定要多喝水 欢迎政府教育处 已经排定财分区 分时段分流的方式 接种地点时代疫苗 由学校通知名册内的教职员 期待身份证 健保卡以及指令场域 经过核准确认之后 即可施打 并不需要另外预约 经过统计 第一阶段 施打疫苗攻击有1575剂 施打对象为国民中小学 教职员10401人 国小教职员在7月24号 未接种 补接种者134人 并且由卫生福利部 华林医院 台北荣民总医院 玻璃分院 台北荣民总医院 玉璃分院等 接种团队 资源医护人员协助 前往施打 记得中文简单相报道